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架子也没带过了 架子放在别的地方 打一下哈 谢谢你的奶显 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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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就学罢了 毛衣 没有帽子 这个衣服它没有帽子 谁是乱不了的恨多 是真不透的劳动 恨过才知情多浓 明知承诺有事无重 伤过了才懂 是我勇敢梦不去的痛 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有被 嗯 换一个歌的 哇 谢谢 谢谢可可可可的夜碟 哇 谢谢 漂亮的夜碟 让我来现场见证 嗯 漂亮 漂亮 谢谢你 刚刚刚那个是有点错 我刚刚本来 对 看来经常用这个词 对 看来经常用这个词 我刚本来想 那样子的 我把桌子换了个方向 但是好像这个光有点 顶光就是有一点那个什么 看不到鼻子 怎么调整啊 是这样子 哎 算了吧 不调整了吧 好麻烦 等一下 我换一个 我换一个东西 来支撑手机 用小颗水 现在用我的杯子 换一个 是这样子 拥抢一个 可以静一下 我可以静一下 我可以静一下 不是很容易 我最爱的 因为我都可以静一下 我今天就是我的 我们终于明天 我们月份 我只能试一次 关闭自己 我都可以静一下 我们再多久 那点不够 切了 和口鼠 明天接着走 哇 你说到这个圆我就有点生气了 我给你们说 我给你们讲一件令人窒息的事情 真的很窒息 就是每每我回想起来 我都非常的问号脸 就是我最近不是回来了吗 然后回来了以后我就经常能见到 就是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那些街坊邻居 但是因为我初中 我高中以后就没有常住在这边了 然后他们看到我 谢谢 谢谢莫斯的一员爸 谢谢你 马上好 然后他就没有很久没有看到我了 就这次我回来就遇到了很多街坊邻居 因为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 就遇到很多街坊邻居 然后他们就问 问我怎么瘦的 我 问我怎么瘦的 我现在是我这么久以来 最胖的日 最胖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怎么瘦的 就有一种好像我之前 非常的胖的感觉 然后呢我就会 然后我今天 又被问到了 今天又被问到了 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回 回了台句 我以前是很胖吗 然后那边就顿住了 那边就顿住了 对 谢谢 谢谢小散的暖暖 谢谢你的暖暖 对啊 我胖的时候被说瘦了 真的很生气 主要是因为 现在是我最胖的时候 居然被说瘦 那我以前是有多胖啊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 他们到底是把谁认成我了 很无语 谢谢 谢谢小散的姻缘吧 你在安慰我吗 谢谢谢谢 有被安慰到 对 真的 肯定是这样 不好意思啊 我有一点 好像从 循环播放 换一下歌 我真的是很想问到 你把谁当成我了 而且 我又说起一件事情 我哭了 我落泪了 我觉得我好可怜 就是我这次回来 我这次回来 然后有一个那个老婆婆 就跟我外婆那个辈分的嘛 然后来到我们家做客 这个姻缘棒什么时候有那个金光闪闪的东西了 我才发现 什么时候有的这个特效 平 平复一下心情 就是有一个老婆婆来到我们家做客 嗯 那个老婆差不多跟我外婆 一个辈分吧 然后呢 她那天来做客的时候 也没有很久吧 我回来不是有开过吗 就是 就是 嗯 又又有开过吧 然后呢 呃 她就来我们家做客 当时我在隔壁房间收拾东西 她可能以为我听不到她讲话吧 她可能以为她 我听不到她讲话 可能以为就是对 她就直接 真的说 她就直接 我开过直播的 开过一次直播 对啊 这样才开的直播 肯定不在你那一次 然后她就当着 当着 我外婆跟我姐的面就说 我我我 我好记仇啊 我发现 我有点记仇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以前小的时候 她对 她对我解说 她说 以前小的时候 我觉得你比你妹妹乖多了 长得也乖 怎么就判给了你爸爸呢 因为就是 我我我爸跟我妈离婚了嘛 然后我是判给我 嗯 妈的 然后我姐是判给我爸的 然后他们当时就觉得 就我妈妈这边的人 就觉得 就可能想要想要我姐吧 可能因为当时比较可爱 然后就说 怎么你就判给你爸了呢 然后我当时在那里听着 对 然后我心里暗叫 你可真会说话 我差点就冲出去了 真的太过分了 真的太过分了 然后后来她就出来了 她就出来 她就出来 正跟我搭话 她就问我 她就问我 没有 她后来补了 她可能后来怕我听到了 她又补了一句 她说 她说 我记得你以前 比你妹妹乖多了 你怎么就判给了你爸爸呢 不过现在两个都挺乖的 嗯 她后来就补了一个这个 就好一点了吧 要是没补这个的话 我就 我就 受伤 很受伤 好 这个事情 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她准备走的时候 她出来 她看到 就是我在那收拾 她就问我在哪工作 我就说我在广州 她就说 你做什么的呢 然后我就说 我是 我是 嗯 就是 跳舞的 她说 哎呀 跳舞的 难怪 难怪 那个身材 就是还挺好的 我说 嗯 就是 对 她说很苗 很高挑 对 她是这么说 很高挑 我就说 嗯 谢谢 就是 现在是我最胖的时候 然后 然后 然后她就说 那你们 跳舞 还干什么呢 跳舞还干什么呢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我们还拍戏 我们还拍电影 然后拍很多戏 拍古装戏 嗯 我就帮我们说的 特别高大上 帮我们说的 特别高大上 然后她就有一种 就是 被惊到 然后她就说 哦 我以前也拍过戏 我以前带着 我以前带着 就是 我们整个小区的人 一起去拍戏 嗯 她就这样说 笑死我了 笑死了 太好笑了 我又要喝口水 你们说的这个外物 我感觉最近就是 其实外物已经很少了 嗯 还是前几年比较多 然后 我想起了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去 我去朋友家做客 当时他们家那个电视 电视台 我忘记是什么台了 刚好在放那个 为你点赞 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我们的人 在那个后面坐着 在那个后面坐着 然后我 我在他们家客厅站着 对 脚趾抓地 脚趾抓地 今年CJ 我也想 嗯 知道 去年CJ也是我第一次参加CJ 嗯 真的 就很尴尬 但是还好 就我当时去的时候 他们一家人 都特别热情地欢迎我 就根本没有人在看电视 没有人在看电视 但是我就看 我就盯着那个电视 我就一直盯着那个电视 我就看着 上面的我们 就你们知道那种 惊心动魄的感觉吗 就是 自己在想 他们会不会发现 然后呢 又又又在想 要是不是真的发现了的话 要做什么应对措施 就内心戏还挺多的 就后来发现 是我想多了 为什么不去CJ 为什么 是因为人太多了吗 下门粉丝 下门是个好地方 哦 太热了 这样 哼 嗯 好的 暑假中太战 为什么是魔度跟广州粉 你为什么有两个户籍 螺丝粉 哦 你是 哦 这样 厉害了 你伤 伤面粉丝 为什么不能去 那也太辛苦 那也太辛苦 我再读你们的弹幕呀 我在看你们的弹幕 嗯 现在是几月份 现在会军训吗 军训不一般 都是90月份的事情吗 你八月军训 那岂不是好热 哦 我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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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晒黑 今天我们这天气不是很好吗 我的意思是天气很好的意思 然后呢 我就 我就出门 带着我外婆Liu带了一圈 然后我觉得我整个人都被晒的 发烫 嗯 然后我现在只要一晒太阳 我就感觉我整个人要变黑了 非常紧贴 嗯 像晒太阳 对啊 好像大学的军训都是会算进那个学分里面的吧 就不能不军训 对 为了学分还是要军训的 我跟你们讲 我昨天看了那个 我在晚上睡觉之前 我觉得我在坐死 本来我不是要在12点之前睡觉吗 然后呢 我都准备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呢 我就 就无意间 刷到了那个社会新闻 然后我就去看 然后我看到两点过后 我就睡不着觉了 我就睡不着觉了 真的很恐怖 我觉得一个人大晚上的看那个 然后看了以后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好可怕 真的好可怕 就没办法睡觉 一遍就是那个画面 所以我以前小时候就不爱看社会新闻 别想到我长大以后 我也没有要去看 就刷到了 这是什么歌呀 天呐 这真的是 还是放这个 就是那种 等一下 我理解的社会新闻 跟你 你什么叫争取 上一次社会新闻 我理解的社会新闻 跟你说的这个社会新闻 是一样的吗 我不想上社会新闻 那个算什么呢 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谢谢你的巧克力 那种 算了 不太好听 对 就是犯罪案件 算社会新闻吗 我搜一下 哦 那就不能说是社会新闻 应该讲 刑事案件 对 这样比较 嗯 非常比较 属实 对 我就觉得很吓人 反正我昨天看完以后 我就没有睡着 一直到 我都不知道 我自己最后几点 要睡着的 我最后好像是 打开了那个一本书 然后在那听 不然我一个人睡 我真的很害怕 我就觉得 真的很可怕 然后我就听 听他讲 然后听着听着 就听睡着了 不然真的太吓人了 不是法治频道 就是那些档案 那些档 档案 他就会把那些事件给讲出来 比如说在B站有一个叫做应急档案的 我以前 我以前 有段时间还挺经常看的 我觉得我不能晚上看 我可以白天看 但是我不能晚上看 因为他在讲述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会有照片 有些是有照片的 然后没有照片的话 你可能自己会脑补 脑补完了以后 你就会 你就会觉得 睡不着觉 睡不着 头痛 不是 我觉得白天看了 可能不那么会想 因为白天接触的事物 那个和观念比较多 可能到了晚上 你也不知道会想什么 但是晚上就不一定了 因为晚上你刚睡觉之前 才看了这个东西 你就会 在你的脑袋里面形成一个记忆 因为是才看过的 我们九个点钟关直播怎么样 然后我就去洗漱睡了 我今天下午五点过的时候 我就困了 我就说我要睡觉了 然后他们就跟我说 一定要挺住 因为我要是五点过睡了 到了晚上 肯定睡不着 那我今天睡到晚上 嗯 嗯 嗯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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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就尽量不熬夜了 为什么露脸 这不是怕你们太想我了吗 对吧 怕你们思念成疾 万一就是太想我了 却没办法看到我 太难过了怎么办呢 对啊 贴心 而且因为本来今天是有课的嘛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没课了 诶 没课了 所以我就开了 真的啊 真的不骗你们真的是这样的 你别不信 为什么你们是替代评 那如果说我不上课 我去玩手机的话 那手机岂不是也成替代评了 那手机岂不是也成替代评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对啊 然后还有人说就是我开直播会给我送很多礼物 因为非常想念我 所以我就说好 开 嗯 嗯 他说要通过送礼的方式抒发对我的想念之情 对啊 对啊 就是有人说的 就是有人说的 对就是都已经要关直播了 我都没有看到那个人 哎 哎 真的是 可能他已经忘记自己说的话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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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 都是大猪蹄子 当然也没有这么多故事吧 真的只是就是想你们了 嗯 很简单的原因 喵 這個是什麼歌 哦 又要就點了 我現在頭髮這麼長 好短 長得好慢 無時無刻在 告訴他你長快一點 但是我的瀏海長得很快 瀏海現在其實已經很長了 如果沒有捲他的話 他就已經會掃到眼睛了 看到嗎 這裡 看到嗎 哎呦 哎呦 這麼會講話啊 你們 這麼會夸呀 這麼會呀 幾日不見 瀏子都會夸 抱歉 我想喝水 算了 以後還稍搞個架子 不然真的很不方便 沒有 我帶了直播架的 但是我把它放在了別的地方 就不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沒有辦法用到它 哦 九點了 嗯 我要準備關直播了 早點休息吧 拜拜 拜拜 晚安 我關不了了 我卡住了 我關不了這個直播了 你 好